民进党前主席林毅雄为了反对核四运转 昨天开始无限期的进食 而今天早上总统马英九前往异光教会探视 并且送上了卡片希望林毅雄保重身体 马总统也承诺核四安检之后 由公投来决定核四的未来 而马总统在教会只停留了短短的三分钟 进出教会的时候遭到了现场民众呛响 马英九下台 马英九下台 总统马英九来到异光教会探访林毅雄 遭到民众呛响 马总统在教会内签下大名 还读出手中的卡片内容 马总统在卡片中希望林毅雄保重身体 愿意承诺核四完成案件以后 交由全民公投 而马总统在异光教会 只短暂停留三分钟 请牧师转交卡片后随即离开 台北市长郝龙斌随后也献身异光教会 愿神赐下出人意料的平安 不会祈祷这件事有一个圆满的结果 蓝营政治人物很低调 林毅雄进食第二天来探访的 还有曾任行政院长的谢长廷张俊雄 前总统陈水扁儿子陈志忠 和台大医师柯文哲 对林毅雄表达不舍 其实核安的安全是一句有空话 全世界发生灾害的核能场 都是有经过核安的检查 林毅雄说要希望能够感动 能够犯行掌权的人 你只能够叫醒在睡觉的人 没有办法叫醒一个假睡的人 王金平院长答应我 他说将来台湾要建立灰核家园 他这个承诺之后 我才为着宪政的秩序勉为其难 为着贪图我们几十年花电的欢便 我们这样做对吗 我心里都好痛 提到当年庭建核四张俊雄一度哽咽 而谢长廷张俊雄后来也和民进党主席苏贞昌 从义光教会的巷口出发 要徒步走到立院 参加环保团体废核牌制行动 希望在2014年就能终结核四 优电TV前子敏之刚台北报导